By going on Amazon business All of a sudden small businesses are on an equal playing field 大家好我是阿米 欢迎收看看跨境就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境特上最新消息 大家好欢迎回到看跨境就阿米的阿米秀 我们继续在每周二周四中午的1点15到1点15分 继续为你跨境麻辣汤阿米天天看 今天我们请了一个可能有相当多朋友 对他既熟悉又陌生 这个是在华南城有6年了 6年生成华南城 6年是 华南城应该7年 7年 这生成华南城7年 就是2013年在跨境出口电商 曾经是我们叫掀起过不少风浪的 惠城的电商的创始人Peter Peter我们上次见的是快2年了 2年 是在18年我们的老办公室 18年老办公室那天晚上酒喝的有点多 他那天喝了不少酒 然后你先到我办公室 再喝的酒 再喝的酒 你还说你还说还回来我再喝酒 幸亏我没等你 那天是我 我们创纪录的在同一天来了10批次的人 你记得我的小办公室吗 就是我现在这个直播间可能不到一半 来个10批次的人 那天我那天疯掉了 我泡茶了泡了不少 那为什么今天会把Peter请到这里来呢 其实是为了一个澄清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 惠城到底现在是不是服务商 我看里面看啊 又去打球赛了 又去做这个战 这个叫看下去好像你们在已经转型的做服务商了 惠城一直很多人都说惠城是这个什么服务商啊什么的 其实惠城就是一个标准的第三公司 只是因为有了一支球队有人赞助了我们 然后人家人家给你钱啊 你肯定要帮人家打打广告啊 变成了感觉像是服务商的一家公司 其实我们是正儿八经的电商卖家 惠城是电商卖家 惠城是电商卖家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谈到这个话题 我认识Peter应该是在15年 1415年 我们认识很久 1415年是见面了 见面了就是14年我们就认识了 那Peter从一开始从从开始作战了 这是作战点起家 到后面起起伏伏 后来去做平台 然后现在变成一个专心的卖家 一直是专心的卖家 不是 你看一户这个思维历史 为什么我谈到这个问题啊 因为其实Peter你看你们 你们基本上经历了行业里面 最重要的那几年的这个起风起浪 那行业里面对对 如果说对华南城电商比较有点了解的 你们都听说过会成就是这几年 其实你们也在不断的成长 包括Peter我们之前聊了不少 是关于你们整个公司的一个发展规划呀 包括整一个的对于未来的判断 大家还记得我们讲到一个卖货狼吗 卖货狼这个概念其实是Peter给我的给我的灵感 这是1718年的时候 应该1616年的时候17年17年 我们去厦门的一个一个是什么会上面 好像是亚马逊的会还是什么 应该是在厦门我们在喝酒聊天 对对对 聊得呢就是Peter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灵感 就是这个卖货狼这个概念 到时候我们就提出了卖货狼 那今天会成还是个卖货狼吗 会成还是卖货狼 就是卖货狼就是从卖货狼就是以前走街创下的 现在开始开了一点门店对吧 就是开始就是做一些这个就是从卖货狼升级成了这个门店的行为 本身还是这个大的还是卖货狼吗 我们跟Peter聊的时候呢都问到刚刚在外面提到一个问题 所以说会成现在还是个卖货狼 那卖货的话跟之前就我18年建的年卖的 跟现在2020年有什么不同吗 两年时间了一年时间一年多时间了 会成呢还是卖货狼肯定是没变的 就是会成调整了这个整个的思路 以前呢可能做的产品 卖的卖货肯定有卖高价卖低价嘛 就是这个这个可能会被逼逼逼的这个就不说了 不会 就是这个小这个小姐可以在这个战阶的 也可以这个到天上人间的 那我们呢现在就是从战阶卖到了天上人间这种这种阶段过程中我们去卖到东莞的 卖东莞的这个阶段 这个可能会逼的 我不认为会逼因为怎么说有不同的人曾经跟我说说你们跨境出口电商好low啊好土鳖啊 你看你们现在办的会办的这东西在我们这行业里面这国内电商这个里面我们早就不玩了 我当然我是谦虚的听人家给我们的意见 但同时呢这也说明他对我们的行业不了解 跨境出口电商你别看皮特这么一个好像不起眼的一个小样土土八路啊 但实际上皮特算是从行业里面刷吧滚打快十年十年十四十四年十四年的这么一个做跨境电商的老兵 那他举了这么一个不是那么恰当的比喻 但事实上刚好讲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跨境电商卖家其实很多人他是一个贸易商贸易商嘛就跟冲冲我自己也干过贸易商 这边是工厂这边是卖买家就从某种程度上我们跟那个做做娱乐业是很像的我们是老板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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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某种程度上我们跟娱乐业很像因为这里面有信息差对吧有效率的这个控制有这个渠道的控制 那现在的汇城跟18年的汇城有什么本质上的一个区别吗 因为我记得你正中我说你们现在在做不少大货高可能的产品 然后以前你是更加喜欢去追求短平坏追求暴还我印象中是这样子 为什么会在两不到一年时间你就转币那么多行业里面还是不断在讲做破品啊 为什么你们会选择开始做大货重货高客单这种门槛非常高的这种产品啊这个其实是这样子我们的这个暴品啊那些还在做我们把团队的分成了两部分就是啊原来的暴品的那个部门也不能说暴品我们是 应该是更加深耕于某些类目在某些类目我们还是在这个行业里面还是在排了前几名的 那个业务还在做然后呢这个为什么说我们转型我们转型是指的是啊比如说这个低客单价或者客单价相对低一点的 整体的竞争浓度比较大如果我们在不我们本身委员公司是要讲究的是一个高效能效如鱼的问题 嗯如果我把同样的能效同样的能我做的单指数是一样的如果把客单价往上提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机会点还是比较大 嗯嗯其实就是大家现在都在讲这几年都在讲的就是提供人效提供人效的话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用更强的人 二用更强的系统三把第三种方式数据不好用更强的供应的那你们现在做这种高客单的飞镖的家具的在供应的这块你们现在是怎么样的方式 我刚刚澄清你点了啊会成不是服务商是一个这儿吧这个卖货了那卖货囊在跟这种像家具你现在大型的家具呃他其实周转是很慢的周转的周期不像一般像做服装做3C配件他周转非常坏是吧那大件的产品他其实整个供应链对资金要求非常高那在这些大件产品或者高客单产品你们现在跟供应链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子啊这个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是在去年 应该是去年转型去年的4月份想清楚这回事到了去年的这个8月份做了这个最小模型测试MVP的测试测试完了以后呢那我们觉得这个在大件这一块呢它本身而言最大的问题是资金链跟你的供应链的还或者供应商的这个整个的谈判的过程中 嗯它的优点是在海外的那一块的可能竞争对手嗯还是相对而言少的嗯嗯那我们呢通过这种方式呢通过我们跟供应商不断的磨合不断的打磨打磨出了一套 也不能说一套应该是说跟我们公司跟啊至少现在符合我们公司的资金链嗯还有公司发展需要的一个跟供应商的沟通那种方式嗯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来自阿米这边刚好他问我他问我来这里干嘛呢我说啊我来这里啊本来是想喝杯茶他突然间问了我这句话 我说哦原来见网红肯定是说我干嘛呢我说哦我我我我来这个这个顺便看看有没有什么一些优秀的供应商啊毕竟这个网红嘛网红都是各大的这个资源的聚集体那那我就就被他忽悠了那那来吧来我们的阿米秀来聊一聊哈哈哈哈大家很奇怪就为什么我们会突然谈到供应链这个问题啊其实是一个对于绝大部分做 我现在深耕产品的人来说无论他是做饭铺的还是金铺其实大家就是你就有我我就有你的并不是说我做饭铺我就不做精品嗯啊做精品人他也必然会遇到品类的扩扩张是吧嗯那都有个问题你刚刚提到说哎找到一个方法跟供应链或者跟资金链之间合作能能介绍一下吗因为其实就像皮特说的我们极其的确有有不少的一些脉络可能能够给到像皮特这样的一些精品的或者说 专心就卖货的朋友但是我点我们也要需要让大家知道哎原来我们现在行业里面已经开始这样的一些想法啊可以介绍一下嗯我们其实是这样子我们想我们就是因为呢这个这个公司资金本身而言在17年18年初的时候公司在有些内幕上可能那公司这个比较难受嗯然后整个资金呢就可能出了一点点小问题然后呢后面呢我们也在 经过了思考过了以后呢我们尝试性的跟我们的供应商嗯来谈一谈是不是我可以用大家拿一个最小的模型比如跟供应商合作拿最小的模型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这么做嗯因为高科特亚的产品它的生产周期长嗯还有这个要的货的量呢整体而言呢相对而言大一点点嗯那我们就需要来跟他们沟通这个事情嗯运气比较好嗯老脸比较直气 嗯嗯然后呢就说啊那好吧那我们试一下嗯试一下嗯那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跟供应商谈的是下单钱给了他多少钱嗯嗯下单啊啊货出来了把这柜子分起来给了多少钱嗯嗯然后呢货到了美国到了上下我的海外餐或者到了我的第三方平台餐去的时候那我们给了他多少钱嗯嗯然后呢货卖完了或者卖的过程中嗯嗯嗯以消定节的方式嗯嗯嗯 这个这个以消定节是来自于这个南亭的以前一直做的一个方式嗯嗯那以这种方式我给了多少钱嗯嗯那如果如果没卖完供应商最大的担心呢是如果货没卖完嗯嗯那这个不能算我的嗯嗯那我们应该给供应商一个很明确的啊我多久多久没卖完呢那我们这个货呢我们还是要把它吃掉嗯吃掉我一次性把钱付给对方嗯嗯那这样子就解决了供应商的担心也解决了自己的资金资金上的问题大家本是一个 他自己的方式货合作的一个应该是一个第二个